大家好,这是韦翰 我们今天来到自己L6的试验场 这里能给我们带什么惊喜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身边的这一台 它是卸行的原型车 它能给我们带什么惊喜呢 经常玩弹射出库的朋友都知道 如果这台是个手动挡 那只要拉上手刹 然后控制好离合 一下弹出来就行了 可是我身边的这台 是一个纯电动的车 那现在自己L6也是推出了 这样的一个弹射出库的新功能 那我们可能很快就会看到 它出现在的量场车上了 你们期待吗 能让飘移小白也能尝试飘移 你敢信吗 现在自己L6就在做这样的功能 那我们看到现在这台车 是可以自己低速的飘起来的 那很快我相信也会推送到量产车上了 你们期待吗 那这一次自己在迪士尼隔壁 搭建了这样的一个迷宫 那首先一进到这个入口 非常的狭窄 我想着如果是其他像这么长的车 可能真的会比较难通过了 不过这台自解L6拥有这样的AKC后轮转向 所以在这么狭窄的路面上面 也能这样子轻松的应对 那在经过了那么狭窄的入口之后 紧接着又来到了一个同样狭窄的胡同里面 但是这一次并不需要我们自己开 我们只需要在车机上面激活这个自动通过 狭窄路段的这个功能之后 它就会自己帮我们向前开 只要呢这里能够容纳这台车通过 它都能帮我们轻松的应对 那即使是有人呢突然从旁边冒出来 它也能马上的帮我们刹停 那这种既便利又有安全性 我觉得还是比较令人放心 而且便利的一个功能啊 那我们现在要进入的是一个模拟雨夜场景的场地啊 这里面真的是无奇马黑 就在开头我也被假人吓到了 不过没有关系 这次自己推出的这个功能 雨夜模式可以帮助我们调动车身周围的摄像头 去看清周围的情况啊 所以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那就像这样在车机这里点开雨夜模式 它就会自动激活 那我们在遇到周围一些障碍物 或者经过的人群的时候 像车机前面左右两边这里 就会帮我们显示出周围的情况 并且呢在遇到一些不断靠近的物体 或者人的时候 它会用一个红框去帮你标出来 这个人在接近 可以更醒目的告知你了 所以即使是在这么黑的情况下 也能让我们更清楚的看清周围 那这个模式呢 也是我此行最让我惊艳的一个功能啊 那大家都知道平时在开车的时候 左右两边的AB柱很容易产生一个盲区 或者说在黑夜的时候 雨天的时候很容易看不清周围的一个情况啊 那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这一个功能真的是有帮助到我们提升安全性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